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上期说到学校将拿来拍电影炸掉 这天,摄影团队已经开始工作 小彤默默地坐在虎的另一端 小彤爸爸对冬月他们说 自从发生了香良混外情那件事 小彤就变了 也许自己的老婆很早就去世 小彤把香良当做母亲看待 小彤爸爸为英吉他们准备了早餐 而自己有事需要去镇上 离开前,他对冬月说英吉正是个好老师 小彤说再不回东京,经纪人要生气了 冬月让英吉带学生回去 他已经没事了,而自己有事要晚点才回 小彤回忆起香良被指责的情景 香良还说自己不会解释什么 只会向学生说出实情 冬月想劝劝小彤 小彤脱口说出 不管冬月再说什么 香良老师都不会回来了 原来他内心是希望老师回来的 他很生气老师抛下他们私奔 冬月说出自己面对被女同学排斥的问题 小彤爸爸说过 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很难处理 冬月也说 他就是被香良和小彤他们那闪闪发光的感情感动的 而决定当老师 如果小彤憎恨香良 不就代表他也痛恨那时的回忆 小彤听后哭了 这时英吉他们划着小船出现 英吉开始演说 如果是真正珍贵的回忆 是不会因为老师搞外遇 或是学校要被炸掉 或是富士山火山爆发之类的小失效是不见的 香良只是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 然后英吉还没耍摔完 船就开始往下沉 学生们早已经上桥 看英吉的笑话 小彤和冬月见状开怀大笑 好像看到英吉就觉得什么事都无所谓了 眼神也变得温柔起来 就在这时警报响了 学校快要被炸掉 小彤想起必须救风情 马上拔腿就跑 英吉他们匆匆追上 导演命令按下炸药倒数计时器 英吉他们出现说明小彤进入校内 好巧不巧机器故障了无法暂停 就在说这些的空档又过了一分钟 冬月往学校跑要去救小彤 英吉骑上旁边的摩托拦下冬月 自己则冲进学校救她 此时只剩下三分钟 冬月用大喇叭通知小彤即将爆炸 英吉闯进小彤所在的位置 拉着让她快走 小彤固执地想要搬走风情 英吉劝不过 不过风情实在太重了 英吉只能勉强搬起来让小彤快跑 小彤道歉 还以为他们一定会停止爆破 时间只剩下十秒 英吉丢下风情 抱着小彤从窗户跳下 众人神圣凝众 只见英吉背着小彤缓缓从黑烟中走出来 英吉把情剑交给小彤 代表回忆的东西 有这个就够了吧 然后英吉带冬月划船好好放松 在这平静的氛围下 冬月感觉又有动力了 又是美好的一天 最近学校流行记不幸的信件 英吉已经累积到一大箱 而村井也收到了 不幸的信件就是 必须在24小时内寄给13个人 否则全家人都会遭遇不幸 在7天后迎接死亡 村井他们说着 确实几个同学遭遇不幸的事 英吉撕掉村井的信 然后把自己233封信烧掉 村井大喊这样会遭到诅咒 英吉说这是迷信 结果屁股被火烧到 村井认为英吉被诅咒了 看来自己也只能写信了 英吉用水冲洗 没想到屁股出现死的伤痕 接着英吉去买烟 也被棒球打个狗吃屎 过后又陆续发生了意外 英吉这回也不得不相信了 另一天 三年事班都收到不幸的信件 英吉穿着驱谋人服侍上课 由于信件有错别字 肯定是英吉记的 村井骂她出卖学生 丽美让村井做得彻底一点 全身写上符咒 刚好这时冬月开门 看到这变态的一幕 吓得逃跑了 英吉也受了伤 丽美帮英吉贴药布 理性的告诉她 人总是会在巧合 一再发生时觉得有特别的意义 英吉还是不幸 丽美提议介绍个人给她 然后他们来到庙宇驱魔 看到女巫的样子 英吉确定自己是遭到诅咒了 隔天到学校 英吉的脸已经出现死相 血压异常超标 急穿重保健室那里拿了一堆药 没想到英吉全部吞下去 然后便晕倒送进医院了 医生看着报告说 如果是普通人 这个血压和脉搏已经死了 建议英吉住院 过后英吉听到几个护士聊天 关于老师患上默契癌症 看来命不久已 英吉看着自己 有很多白色点点的X光 便对号入座 傍晚冬月来探望她 英吉哭着告诉冬月情况 隔天英吉失踪了 冬月告诉学生们 英吉好像得了癌症 而此时的英吉在俱乐部举办欢送会 大家都很担心到处寻找英吉 局地入侵医院系统 查看英吉的X光 过后英吉思考着 还是死之前破处吧 冬月刚好找到英吉 劝她不要放弃治疗 她会每天每天 煮对癌症病人有益的食物 英吉一个不稳 跌倒把冬月压倒在地 两人都害羞了起来 在英吉快要吻上冬月时 学生们赶到 说X光那个白点点 只是英吉背部贴的沙龙巴斯 所以说英吉根本不会死 还有根本没有什么诅咒了 又是新的一天 三年四班为学校墙壁 刷上大兄妹子的壁画 内三田破口大骂 英吉反博士理事长 要求墙壁很脏 要重新粉刷的 突然一桶油漆 掉在内三田头上 内三田到厕所清洗 女同学开出门 刚好碰上光溜溜的内三田 顿时大声尖叫 带田纹身赶来 一拳揍倒这个变态 满头上的内三田 穿着运动服坐地铁回家 又被乘客指指点点好怪异 内三田心想能够温暖自己的 就只有家里的妻女了 内三田拿着打包的受洗烧 欢喜的打开家门 竟然看到英吉坐在客厅 原来是理事长 拜托他把文件交给内三田 妻子邀请英吉晚餐 妻女在饭桌上 与英吉聊得很开心 妻子还拜托英吉帮豪子补习 毕竟英吉东学考考满分啊 内三田整个大错愕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们都被英吉骗了 内三田担忧的在房间外偷听 听到各种猥琐的交谈 急匆匆打开房门 原来他们是在跟宠物玩 隔天内三田整个低气压 同事又在三风点火说 不能太信任家里的孩子 和年轻男人在一个房间 搞到内三田的胃炎又犯了 得去看医生 接着内三田收到消息 说英吉搭着女孩的肩膀 走在旅馆街 怀疑是援助交际 内三田向理事长报告 不过理事长说没有证据 阿三表示自己有证据 一看照片 没想到是英吉和豪子 有评有据 理事长也只好宣布 明早召开紧急交职员会议 夜晚 内三田到涉谷找英吉和豪子 这时天空也下起雨来 突然内三田冒似 看到他们走进一家店 里面的人都戴着面具 原来今天是商家举办的变装派对 内三田大喊要找英吉豪子 职业以为他要变装豪子 便帮他穿好 内三田傻眼也够不了这么多 跑出店四处寻找豪子 突然他被强光照射 警察举枪射击 内三田整个脑冲血 现在的他只想救豪子 他与警察对抗 警察准备拿下猩猩 却只取出猩猩外套 内三田已经跑掉了 突然他从镜子看到 全身赤裸的自己 急忙躲起来 刚好英吉就在旁边 而此时豪子也走出来 英吉挡着内三田 原来是豪子 拜托英吉带他来看表演 所以那张照片 只是经过旅馆街罢了 然后豪子抱怨得赶快回去 他老爸一点都不相信孩子的 英吉掩护内三田 把雨衣给他 还耳语不要被抓走了 然后就带豪子走了 隔天 内三田下跪拜托理事长 取消讨伐英吉的紧急会议 还说英吉是学校不可或缺的人才 理事长很高兴 内三田也认同英吉 又是新的一天 英吉蹲在地上 和学生一起看写真 来了一位超级性感女生 询问职员士 原来她是今天开始 担任保健师的老师小南 看着儿娄多姿的背影 英吉突然感觉 在这里当老师很幸福 内三田提醒小南的穿着太火了 小南搂着他 反问讨论自己的穿着吗 内三田这老色鬼 马上被刺得死死的 接着英吉想着和小南来一个成人医生游戏 没想到一打开保健室的门 里面已经挤满了男同学 小南听说英吉以前是个有名的香男暴走族 欢迎来保健室喝咖啡聊天 下课时 有几个109辣妹看不惯小南那么招摇 在小南下楼梯时 打算推他下去 没想到小南反应超快 成功躲避 小胎妹看来就要摔下去了 幸好小南拉他一把 小南还向胎妹推荐好用的喝装品 欢迎下次来保健室玩 放学后英吉喝醉酒高喊老师万岁 冬月有些吃醋 英吉是高兴来了性感老师 过后冬月和龙二都看到了 在高级俱乐部外的小南 龙二神情好像认识他的样子 另一天 那三个胎妹已经洗白白了 跟小南购买了美容品 村井他们也跟小南买了不少产品 冬月发现后 到英吉的房间讨论是否要向理事长报告 不过英吉的房间也已经放满了各种奇怪的商品 看来他也被小南洗脑了 冬月独自找小南对质 小南嘴巴很厉害说并没有学生抱怨 还情绪勒索冬月不像是会向理事长打小报告的同事 冬月也坦白知道小南在高级俱乐部上班的事 小南说当老师又不是义工 他需要赚很多钱 还说冬月死板 跟冬月打赌10万元 会让村井他们在模拟考考进前50名 冬月向英吉说了来龙去脉 当然冬月拒绝了打赌的事 不过英吉觉得稳赚的便代替冬月跟小南打赌 顶一边的小南拉着村井他们的手说 要是他们在模拟考能够考进前50名便跟他们约会 就这样村井他们开启了努力读书模式 晚餐时龙二乡英吉说起小南和面三 过后模拟考成绩出来了 虽然没有考进前50 不过村井他们整个大跃进 村井他们是为了能够和小南约会 才向局地学习考试方向和对策 冬月听了觉得不可理喻 找小南对质 英吉也问 如果学生考进前50名 真的会和他们做大轮的交往吗 小南觉得无趣 连英吉也要跟他说教 小南说当然是开玩笑的 英吉把10万元还给小南 说不能欺骗学生 下个赌注要来真的 小南冷冷地看着英吉 他向村井他们道歉 他确实真的打算和他们约会的 然后还说 英吉果然和一般的老师不一样 晚上聋了通电告知 他记起小南是谁了 他是传说中的相须贺女王 数一数二的赛车族 后来据说他输给了五名赛车手 还发生了意外 让他离开了原本的车队 不过很多人还是不相信他会输 因此到现在还是个谜团 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